在第一季的時候 焦污潮浪漓的甜蜜期 這個皇室是有回春的一個跡象 那進入了第二季 我們從4月份的數據來看 後繼無力 你看只有台中市 大概這個月增 小跌了2% 其他的五都你都會發現 都是兩位數 對不對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回春了之後 屋主不管是在溢價的空間 降價的幅度 都同步的縮小 換句話說 簡單的來講 硬頸了 所以今天看到Q1買氣出籠之後 屋主開心了 開心他覺得 既然你要買 我這樣無可降了 但問題是蔡總 今天我們以為說 Q1買氣出籠 火車就要整盤開出來了 沒有想到第二季 第二季的第一個月就消風 這樣看起來我還能相信數據 要好一直好嗎 其實黃價還是緩應的供需 去年看屋 第一眼的買盤第一季都已經進場了 但是未來誰來買 不見得有人來買 除非你能再降價 但是後面的供需很大 這個供需還是嚴重的失調 所以今天屋主如果相信說 房市回春了 更小降無可降 又慢慢慢慢要回到買方市場的話 賣方市場的話 你相信這個就是毒藥會害死你 對 這個北三都過去的三年 合計有11萬戶開工 這個都是未來會交屋的一個供給 我們算數字來看 建造核花的戶數 2014 15的話大概4.3萬戶 2016 黃市不景氣了 只有3萬戶 好 現在開工來看 2014有5萬戶 15 16大概只有3萬戶 所以這加起來還有11萬戶 我們就舉一個地區來講 擁有淡海新市政的淡水區 三年來開工就超過了1萬戶的水準 所以未來這種居高不下的供給量 成為黃市的隱憂 過去兩波我們看到的移轉動數 成績最好的都落在淡水這個地方 我們在講說都是因為 大量大量的交屋潮 你剛剛提到了預告了 蔡總預告說 三年開始它有很多的量 現在我們接到是兩年前 今年 明年 後年 陸陸續續還有更多的交屋潮 那會不會等於賣壓我們且拭目以待 不過房市會不會好 要有人來撐盤 現在要告訴大家的是 年輕人買不起房 越來越多人 我雙手一攤 我就等我老爸的好了 我橫數買不起房 他們橫數不進入市場 那對房市不好 對 這個數據更長期的 你來看一下 2006年大概繼承的動數是3萬2千戶 10年來 現在去年已經到5萬1千戶 10年來成長了60% 有一個廣告詞是說 喜歡嗎 爸爸買給你 喜歡嗎 爸爸的給你 那你可以看 光是2017的第一季 這個繼承達到了1萬2千戶 這是歷史性高 可能跟遺政稅即將調高也有關係 但是講清楚 未來是怎麼樣 未來這些少子化 高齡化的時候 你看買盤在哪個地方 不用買 年輕人乾脆爸爸媽媽的房子 就繼承了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前我們生的孩子很多 但是戰後的殷老場只生兩個 對不對 對 那現在這個房子 現在這個40 50歲的人 他假如有房子的話 再給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還需要買房嗎 所以更長期的1 20年來看 這個需求怎麼樣 減少了 所以蔡總一講到其實是一個 需求減少 人口紅利 我們都沒有想到繼承的越來越多 這件事情 我要買買不起我就租嘛 租租租到爸爸老了兩眼一閉 雙腿一瞪 我就接他房子就好了 也就是說再沒有一個新的一個人 進到市場去接新的房子去 買新的房子的時候 我建商蓋那個房子 你要我怎麼辦 對 供給那麼多 但是需求減少 這個就是房市長期的隱憂 我們來講一個台北小資主 歐先生的一個故事 其實2008年的時候大學畢業 他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雖然他怎麼樣努力 那時候的房價 尤其在雙北 剛好是起會的時刻 到了2014他已經工作了6年 對不對 存了一筆買房的頭期款 但是看看居高不下的房價 他沒有辦法負擔 所以他乾脆放棄買房 在雙北裡面變成了租屋 買不如租 這時候他想人生還是要有一個房子 林基棟 老爸不是在台南有一個透天嗎 我在雙北工作工作 工作到我退休的時候 就回去台南繼承老爸的那一棟透天 這不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嗎 最真實的 歐先生等著爸爸那間房子 那問題哪有這麼單純 最好是只有你一個兒子 現在你有手足 對 你看他就在求救這個網友說 我想等繼承 但是我還有一個弟弟 對不對 弟弟既然他想跟他一樣 也不想買房 也要回台南繼承老爸 他說假如如果他跟弟弟都結婚的話 當然不夠住 當然不夠住 那即便一方沒有結婚 有一方結婚 住在一起也是覺得怪怪的 所以這個問題來了 你要繼承也沒那麼簡單 除了你老爸有足夠的房子 你有兩個小孩 那你就有兩間房子 那就沒問題 但是你只有一間 卻有兩個以上的小孩 這個問題還是會出現 好 謝謝蔡總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這個繼承的東西 其實我想到的就是 再沒有人願意掏腰包去買房子 因為他買不起 最後要嘛租房子 要嘛等爸爸的 所以這個對房市來講 是相當的不利 那我剛剛一開場我就說了 買氣出來了 價格硬了 皇上跑了 再一次又打擊了4月份的房市 你的觀察 是 而且今年這個數字 會一直上上下下 比如說5月會好一點 然後業者就開始大作文章說 5月份房市又好了 希 你來買 然後6月份又不好了 7月份 果月又不好 房市又不好 所以變成是說 數字大家不要再看了 因為數字本來就不會說話 因為今年 它有兩種東西數字要小心 一個叫做買賣移轉建數 如果說今年業者告訴你說 買賣移轉建數大增 剛剛其實蔡總有講 大增就是教務潮來了 因為教務潮一樣會混在裡面 所以大增代表市場壓力變大 好 房價上漲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講說看實價登陸 兩年前的預售大概今年都會交付 所以今年交付的話 當然因為兩年前房價很高 所以你在實價登陸反應的上 居然這是房價會往上漲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今年業者告訴說 房價上漲 那是假的 因為那是預售的價格 所以年輕人你要想四件事 在買房子之前 第一件事是你看完社會住宅 或是合一住宅出租了嗎 因為我今天看到報紙說 桃園的那個合一住宅 他居然五千塊 一個月才五千塊 然後五千塊房租 很便宜 你不用買 你先租了 再說你還坐捷運 如果說你先去抽抽看 如果你在桃園想要買房子的話 先抽抽看 最後一個 等你退休的時候 回鄉下住是可以的 我有一個網友告訴他說 你如果想住台北市 一個月租五萬塊 你只要工作20年 住了20年多少錢 你才花一千兩百萬租金而已 但是月租五萬塊 你市價是六千萬的房子 你不需要花六千萬 你只要花一千兩百萬 就好 我們講說費用 好啦 等你20年後退休了 回鄉下就好了 好 你可能會講到說 你們一開始新聞網友講說 有那個爸爸的媽媽的房子 可以繼承 我如果沒得繼承 我努力的斬斬斬 辛辛苦苦的存一個頭期款 我們就是要買房子 要怎麼辦 請皇要來告訴大家 這個口訣叫做 下一站省很大 我們來看看 這樣子一個挑屋心法 該怎麼看進去 沒錯 在這個時候 你如果想要買屋省很大 你就不妨利用這個所謂的 捷運下一站價格差很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假使你這是剛性買盤 這時候要進場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部分 這怎麼說呢 有業者去統計出來 捷運差一站 這一站跟這一站 這些價格的差別是多少 首先看到價差最大的在哪裡 在綜合新爐縣的頂溪站 跟古庭的地方 你看古庭旁邊是哪裡 古庭旁邊就有師大對不對 可是它的下一站到永和的頂溪去 你知道價格差多少嗎 你看這是2016年的均價 古庭這個地方 每均的均價是73萬9 但是到了頂溪 價格變成是49萬1 差一站而已 價格竟然差到24萬8塊 差25萬1均 價差來到了33% 我比較不知道這個土地 一個在新北 一個在台北的門牌 好 那我們看同樣都在台北市的 同樣都在台北市 你看這個松山新電線 我們看兩個站 哪兩個站呢 一個是在台大周邊的公館站 然後另外一個 也是一站資格差一站而已的萬榮站 那你看在公館站這個地方 去年2016年的均價 一均是66萬9 但是你看到了萬榮站 才差一站而已 價格剩多少 剩下45萬8 一來一往差了21萬1 差價也是31.5% 好 我們給大家這一張表格 這個是新爐縣 新電線 信義縣 文湖縣 板南縣 來 拉到這個地方 重點在這裡 差一站價格差多少 幾乎都是超過三成 這個最少都有兩成的價差 所以進一步親黃來告訴我們 如果說我真的是要沿著捷運買房子 這邊就有一個例子給大家說 沒錯 這邊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這是一個小資主播 那這個A主播怎麼樣 他是一個個性很獨立的人 他也想說 這個努力工作就想要攢錢 然後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 這個人我應該認識 應該認識 他怎麼買的 他在工作上表現得也非常的積極 那他心目中最期望好的房子是什麼 最好是買到所謂的捷運住宅 捷運供購宅 所以最希望買房的首選就是 忠孝父親站 或者是大安捷運站旁邊的房子 要不然像南京松江 南京復興 這兩個雙捷運的大站也是不錯的 這個不是要不然的概念 不管你A或B都很貴 我看不知道 對 因為剛剛我們點到的 這個幾乎都是百萬俱樂部 每瓶都要百萬 所以這個A主播看來看 這個價格看起來很頭痛 那沒關係 不然我們就善用 這個所謂的捷運差一站的概念 所以他找到哪裡 他發現往下走 松山縣 到了這個山明站這個地方 他也有捷運供購宅開標 所以A主播在2011年的時候 他就到這個地方去投標 那底標是48萬 他想說雖然這個稍微遠一點 但價格至少差很多 他也不用百萬 然後你只差可能捷運做10分鐘的 這個時間而已 所以他就去投標 而且他也很聰明 他挑選的有個新法 那新法是什麼 首先他找那種比較不搶手的房型 什麼叫不搶手的房型 比如說高樓層的景觀房 高樓層景觀房View漂亮 大家一定都要找那一個 那這種一定很多人去搶標 價格會被拱很高 我就犧牲View的需求 沒錯 我就犧牲掉一部分人的需求 我去找沒那麼搶手的房型 然後他出了價格 尾數還故意加上什麼 8888 這是迷信嗎 為什麼要8888 當然不是迷信 他故意加這個上去 是為了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習慣出價格出什麼 出整數 所以你同樣是出53萬這個價格好了 我如果是53萬8888 那跟我比起來什麼 他得標嘛 他多了一個8888 所以這是他第二個方式 致勝的秘訣是後面的尾數 沒有錯 這個8888 所以他就用一坪53萬多 標到了一間17坪的小房 讓他成功的利用 所謂下一站省很大的特性 標到了他現在住的房子 好 謝謝新華 下一站省很大 婆婆 大家說是有了解 來 我先來讀一下 一個觀眾朋友 夏九龍佩 葉老師你先出來好了 要請教葉老師 我順便讀給大家聽 這是一個叫Jerry的 他跟太太2012年房子 看我在標的時候 快標到高點前兩年結了婚 Timing就在這個地方 他現在在南京東路上班 太太是在永和的一個國中老師 然後夫妻想買房 那你也知道2012距離高點夠冷當 所以房價飆漲看不到車尾燈 我根本沒本事進場 撐了5年 時時刻刻突然想買房 所以他們有在攢錢 他們想要買在南市角附近 方便工作 一條線不要換 那葉老師我先跟你描述一下 他的本事 現在頭款存到現在 5年 存了250萬 房貸每個月還款能力 一個老師 一個工程師 可以還5萬 現在問題是這樣 到底可以買在哪裡 在南市角陷阱 請葉老師為我們來解破一下 OK 我們來看到 以這樣子的買方 經過這麼多年 辛苦的努力的存錢 有了這麼好的一個職業 然後可以買房子 這個時候買房無罪 殺價有禮 有人說好也有人說不 但是買房子這件事 最後會證明到底對不對 這個時機來了 時機來就是說 我們又想住在捷運站附近 但是又不想犧牲太多的 所謂的生活品質 或花太多的錢 我們來看看 其實以他剛剛那個條件 我們來看他 因為他是在哪裡 剛剛就那個條件說 太太是永和國東附近的老師 然後先生在南京松江附近上班 其實他們的動線就是在永和南四角線 往新莊蘆州縣的線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以上班以體貼太太來講的話 太太畢竟是終究要照顧家裡 所以他最好是買在所謂的永和附近 他上下班方便 將來生小孩各方面很方便 先生坐個捷運 幾站就到了所謂松江站 我打一個岔 剛剛我們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 老師你記不記得 我們講古廷跟鼎溪的價差最大 所以就從鼎溪這個地方開始討論 對啊 所以我們不需要到古廷去 你古廷把自己壓死幹嘛 一坪多了快三十萬 你只要到鼎溪 所有的生活機能全部在這裡 那我們鼎溪站 各位 這裡是鼎溪站對不對 這裡是鼎溪站 我們先把它圈起來 這是鼎溪站 這是鼎溪站 對 那我們把這裡所有的房子 我們現在講 我們現在假設買的是五層樓的公寓 我們先不要買這個所謂的華夏 因為華夏可能比我們的公寓 要多兩三百萬每一戶房子 我們用公寓來講 我們把這裡所有的成交價 把它全部統計下來以後 我們來看看 我們到底可以找什麼樣的房子 各位 我們用它的浮線 所謂的三百公尺 從這個捷運走出去三百公尺 也就五分鐘走得到的地方 跟超過五分鐘到十分鐘 走得到的地方 就是三百到七百公尺 同心圓 同心圓的方式來看 我們到底要買在這一圈 還是買在這一圈 還是買在更外圈 其實就是走路十分鐘而已 我們來看看 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把這邊所有的 你看從這個什麼信義路 中山路 保福路 福和路 文化路 中心路 什麼玉溪街 全部把它整理下來以後 我們來跟它跟捷運的距離 把它統計下來 休旦姐 所以你幫它搜羅出來這邊 都在頂溪站附近 對 走路五分鐘 走路五到七分鐘 跟七分鐘以上的 好 我們看到 各位 第一圈的公寓平均的單價 是在44.5萬 這什麼概念 如果你買的是30坪的公寓 一千三百二十萬就買到了 如果你兩層自備款 你剛剛花250萬對不對 對 夠不夠 夠 就250萬就夠了 然後它是不是貸差不多900多萬 900多萬以現在不到2%的利率來說 每100萬一年一個月的平均的 貪力 本利的貪環不到五千塊 所以乘以90 可以喔 4萬5 所以它根本可以住在最靠近捷運站的 你看這樣多好 對不對 所以生活技能就有了 如果說想再省多一點的錢 做更好的裝潢 你可以範圍再稍微放大一下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你 五分鐘之內一坪單價44萬 10分鐘以內38萬 如果是10分鐘以上35萬 各位 你可以在這邊買到30萬的房子 250萬足足 綽綽有餘 而且每個月5萬都還有寬鬆 只要4萬多就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所以買房子有沒有那麼困難 沒有 再注意 買房子是所有貸款裡面利息最低的 只有2% 你知道嗎 任何的信用卡去貸款 然後將近19到20% 沒錯 你買房子只付2%的利息 讓自己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房子 更重要的是什麼東西呢 現在就是根本是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的掉 你有機會殺到很低的價格 上個月說買氣很好 價格要上去 這個月說買氣又不好 價格要跌 我告訴你 未來這一年 說好的跟說不好的 同時並纏 你要很習慣這樣的訊息在你周邊 但是最重要買的話幹嘛 心想不到啊 鑑鑑鑑 找到 你要在這裡的地方 好好地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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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 對 對